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28方 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载着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队员 由东京107度01分穿越赤道返回北半球 按计划雪龙号将于3月12号 靠过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去年11月2号雪龙号从上海起航 赴南极考察 今年2月14号自中山站附近海域 启程回国 本次科考期间 考察队克服南极严酷自然环境和各种挑战 积极应对雪龙号意外触碰冰山突发事件 取得了一些重大科考进展和考察成果